老板我想请个假 请什么假呀 请你嫁给我 有最花蛇蛋 快走吧 等会老板 有个正经的事想跟你说一下 正经啥事 你说一个普通人 一年真的连十万块钱都赚不到吗 十万呀 那我给你算比这儿 一个月赚八千块钱的工资 那么一年是不是九万六 对 八千块钱的工资 在大部分的城市不算少了吧 那挺多的了 但是呢一个男生如果要结婚 买房子 攒彩礼 是要的吧 对肯定要 那谈恋爱的话 是需要陪女朋友吃喝 发红包买礼物要吧 这些肯定一个都不能少啊 对吧 那这些加起来是不得一百五十万 差不多 少说了一百五十万对吧 对 所以说一个男生 如果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要攒十五年吧 对啊 我们女生呢 平时可以买漂亮衣服 买化妆品 出去旅旅游 那还可以要彩礼 对吧 跟你们男生要保障 提要求 那你们男生呢 对啊 那我们男生总办啊 老板 所以我知道 我懂你 我心疼你啊 原谅 原谅曾经的荒唐 那放不下的倔强 但我假装没有看到账务娘 来了老婆 啊 你吓着什么呢 啊 对 老板 这个你拿着 这是阿姨给我的零花钱 怎么了 阿姨 阿姨 这给你的 我妈给你的 你拿着行了 你拿着 以前不都上交的吗 拿着 这是什么时候上交过的呀 老板 你生气了啊 这钱可都在这 我都没动 你看 我没动 我没私吞 啊 我微信里还有六块钱 要不然我都转给你吧 啊 那不用 那六块钱也没多少 你拿着吧啊 那六块钱都买瓶安眠药啊 我醒了可以继续吃的啊 是什么呢 七八糟的 哎 不是老板 咱俩出这么长时间了 是吧 啥钱你不用 你快拿着啊 拿着 我真不要 你快拿着吧 你 你是不是嫌我给钱给碗了啊 主要是刚才阿姨一直在 你 你不能让我当着阿姨的面给你是吧 拿着啊 妈 我 那个 你别别瞎说话了啊 哦 我知道了老板 你在考验我 对不对 有人 考验我 你放心 我肯定不能和阿姨说 这钱你快拿着啊 还有就是 我我今天能不能不睡沙发了 那地窗太小了 我一翻身就掉地上去了 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让你睡过沙发了 不是 这两天一直睡沙发呀 哎呀 哎呀 我我错了 你别打我 我什么时候打你 哎呀 哎呀疼 你干啥就是这么对待我呀 姑姐的啊 不是吗 你别听得瞎说啊 哎呀 你什么时候来了 哎呀 我要知道你在这 我肯定不这么说啊 你就算我瞎说的啊 你没听见啊 没听见 哎呀 你闭嘴吧你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我给我顾约的钱 一毛钱不行动我听见没有啊 听着了没有啊 听着了 听着了 你最自在你的脱情里面 一回又一回 干脆给我一个可笑的结尾 挑战当着丈母娘的面 对老板不同称呼 爸爸 我也想支撑了 你帮我摸一个呗 你自己没老手话啊 哎自己摸 毫无反应 我就知道你对我不好 小赞三级 干嘛呀 你说东家了 妈还在呢 爸爸 爸爸我想喝饮料 太习无了 你 你来喝饮料 饮料 我想喝雪碧饮吧 雪碧啊 妈 你想喝什么饮料 我给你拿 我就不喝了吧 因为没人喊我宝宝 哈哈哈哈 快快快 小赞男都家 快点吃了呗 哎媳妇 媳妇 我拿这种袜子放哪去了 这小赞三级是什么呢 不是 看我干啥呀 肯定不成叫我了 你说什么呢妈 你 干嘛呀 我妈还没走啊 那不应该叫媳妇吗 不 媳妇 媳妇 你快帮我找找我 那双罐子 干嘛呀 再次怎么样 阿姨吃饼干 好好好 老婆你也吃呀 啊 不是你叫谁老婆 谁是你老婆 怎么了老婆 你这表情是 要我嘴对嘴喂你什么 不是吧 你心病了你 我给你叫什么妈 咋了 老婆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了 叫老婆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哦 那叫孩儿她妈是吧 不是吧 还是她妈晚上想吃啥 哎呀小赞你干嘛 哎老板 怎么了 你能把车借我用一下吗 借着干嘛呀 哦 我妈给我安排一个相亲对象 哎 不是小赞你飘啊你啊 还相亲对象 不是那你不谈恋 还不让我谈了 我妈可说了啊 今年再找不到女朋友 就不让我回去了 那真好呀 你出公司吧 你 算算了你不借算了 哎呀呀回来 去也行 我陪你一起信 啊 等会儿 那上次就让你给我养慌了 你这次还是别去了吧 小赞不想要工资了是吧 哎呀你老是拿这个说事 先先就去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能乱说话行吗 哎呀放心 你你保证 哎呀我发誓 我发誓 走走走 你今天昨晚画得真好看 谢谢 你也很帅 今天晚上 我想邀请你开点眼行吗 好呀 这谁呀 我这才姐 姐姐呀 还不赶紧明女倒杯咖啡去 啊 快去呀 行你这会儿啊 我倒咖啡 爸爸别乱说话啊 既然你是他姐 那我就直说了啊 烟台婚房200平 彩礼80万 一分都不能少 至于婚车嘛 我觉得美肯德大 这就不错 你说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弟呢 离异带六个玩 你可不能亏待他们呀 什么 骗子 哎明女 你要的咖啡 咳 咋呢 啊 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妈我知道了 你别催了 我看你就是不着急 我问你 我什么时候能告诉大孙子 我不管啊 你三天时间 你必须不跟小美把事给定了 哎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啊 挂了挂了 谁 小美 小美是谁呀 啥小美 我妈说的小刘 你当我耳朵笼是吧 小刘 阿姨刚才明明说的是小美 我妈那是口误啊 说的小刘 咱俩个人过日子 你今天给我出来个小美 明天出来个小丽 后天是不是就小娟了 什么意思呀 啥 没有 真没有 等着让我抓着再说哈 小东 喂你在哪呢 我在外面呢老板 什么呢 我现在有急事 赶紧回公司接我 行我马上就来 小美呢 小美搁哪呢 哪有什么小美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妈口误啊 不是你打岔是吧 没有啊 我问你小美呢 小美搁哪呢 哎没有小美 怎么没话 你这买的也太多了吧这 咋啦 你俩就吵架啦 妈我要跟小东分手 不是咋的 小东你气不开了呀 没有 怎么没有 他跟一个叫小美的女人好上了 没有 还有这事啊 怎么回事呢 你还笑 妈你刚才去哪了 我我去商场了呀 那你跟谁去了 哦 哈哈 妈你怎么也笑了 哎呀 是不是换镜嘛 小东带我去商场买衣服了 你说的那个美女是我啊 哈哈哈哈 小东带你直接告诉我 是我妈妈 妈你怎么叫小美 你改名了 哈哈